余政生在北京会见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团 强力台风韩美抵达台湾 台湾拉响台风警报各地出台应对措施 日本防卫省再增加防卫预算 主要用于增购两栖登陆战车以及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防卫省屡屡增加预算 目的何在 日本的陆海空登陆作战能力到底有多强 稍后的热点透视有专家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余政生在北京 会见了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团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余政生21号 在北京会见了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访金团 余政生表示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 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是抗欲外来侵略斗争中民族尊严的坚定捍卫者 是宝岛开发的重要建设者 是两岸交流的积极促进者 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两岸同胞齐心协力携手合作 就一定能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访金团团长 廖国栋先生等表示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大陆近年来发展成就 举世瞩目为两岸同胞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 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愿为推动和促进两岸交流 继续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民委主任王政伟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等参加会见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风谈美21号午后抵达台湾 台湾气象部门在20号晚间8点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气象部门估计谈美台风抵台之后 将会为台湾部分地区带来13级的阵风和强降雨 我们来看具体的报道 台湾气象部门在20号晚间8点半 已经针对台湾本岛发布了谈美台风的警报 并提醒宜兰台北新北花莲及基隆地区 应严加戒备强风和暴雨袭击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 从21号晚上到22号早上 北台湾地区最大阵风达到13级 中部的台中南投嘉义山区将有特大暴雨 台北台风还没有完全登陆 就已经在台湾北部的新北市 创下了累积超过200毫米的惊人雨量 新北市一条道路被滑落的土石整个挡住 双向都无法通行 一旁的电线杆还被落石砸断了 索性当时没有车辆经过 经过连夜抢修 这条道路在21号上午恢复了单向通车 虽然落石他方没有引发人员伤亡 但是台北台风来势汹汹 也让台湾当局不敢懈怠 台湾军方出动了大量的军力 海军陆战队出动了10辆装甲车 其中有6台被布置在了新北市领口待命 4台装甲车被派往宜兰支援 同时台湾军方还宣布 设立了47000多人的救援队伍 随时赶赴救灾 韩美台风来骑台湾北部受影响最大 其中台北新北以及基隆市 早在20号晚间就宣布 21号全天停止上课上班 而桃园新竹苗栗等地 也陆续宣布 21号中午以后全面停班停课 面对强降雨台湾不少低派地区的民众也被紧急撤离 降雨量最大的新北市从20号晚间开始就出动了消防人员 挨家挨户对民众进行劝离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 过去碰上台风降雨多在山区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因此台湾当局也提醒民众避开危险地区 注意出行安全 现在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不少大陆游客选择到台湾旅游 谈美台风来袭会对台湾的一些旅游景点交通有什么样的影响 选择去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我们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湾新北市的淡水河边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淡水河的河水已经完全的涨上来 漫过了码头已经直逼淡水老街了 那么由于此次谈美的台风适逢农历 7月15中元节这样一个大潮期 那么所以也是出现了海水大涨的这样一个情况 在台风会经过的台湾东北部呢 相关部门也在低洼的地方准备好了 泥石带以及这个抽水机这样的防汛设备来严防 海水倒灌可能引起的这么一个危害 那么在交通方面呢 在21号台湾的多家航空公司是取消了岛内的一些航班 那么从大陆方面的太原以及石家庄等城市飞往台湾的航班 也是宣布延期 不过在铁路方面台湾的台铁和高铁公司 还基本上是维持一个正常运营的情况 那么除了台风会经过的东北角之外呢 由于此次谈美台风 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的覆盖范围是非常的广 那么台湾的中部和南部 从21号开始也是有可能发生一个强降雨这样的情况 而且呢 在山区还有可能会发生泥石流 那么像中部的阿里山景区就宣布从21号的下午停止的游客开放 来确保安全 那么我们在此也要提醒选择近期来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 一定要实时的关注这个交通以及气象的状况 来安排自己的行程 以确保人身安全 以上是央视记者发自新北的报道 下面来看简讯 第22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19号在沈阳举行 此次研讨会主题为和平发展与共同责任 邀请了包括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海外的专家学者100多人 就增强两岸互信 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关系 进一步发展等进行了学术研讨 近日中关村台湾绿色科技文化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 来自两岸的政界企业节代表近百人出席大会 从能源环保与文化创意两方面入手 就生态园区建设 土壤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 废物处理 环境污染处理等方面展开了产业技术合作 由北京市台办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 京台青年科学家议坛19号至24号在北京举行 400多位立岸青年科学家围绕着农产品物流和食品安全 水资源管理等城市发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为抢夺岛屿日本不断发展武器 分构两期突击战车提前部署无人侦察机 日本为何对提升战力如此心急 自卫队装备水平到底如何 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 日本未夺岛装备大升级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防卫省的决定增加2014年的防卫预算 用于扩充自卫队的装备 那么增加的这部分主要会用于购买两期登陆战车 以及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那么为什么日本防卫省会在这些方面增加军购预算 而日本的海陆空登陆作战的实力 到底持什么样的水准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军事专家徐光玉教授 来做详细的分析 徐然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在我们探讨相关话题之前 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为了扩充自卫队的装备 日本防卫省决定增加2014年度的防卫预算额度 用于增加购买美制的AV7两期突击车 此前日本防卫省已经于2013年购买过美制的AV7两期突击车 这次再次购买之后 日本将重组水陆两期部队强化所谓的离岛夺回能力 加强其自卫队类似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功能 据媒体分析日本方面目前拥有先进的运载量极大的大鱼级运输舰 可以搭载两艘美制的LCAC型气垫登陆艇 以及多辆10式坦克与AV7两期登陆车 还可以降落多架直升机 媒体评论称 该舰与气垫登陆艇两期突击车的配合 突破了日本海上自卫队以往单一的抢滩登陆模式 实现了既可以凭借气垫登陆艇两期突击车抢滩登陆 又可以借助舰载直升机实施垂直登陆 从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了解了一下两期突击车它的性能 日本还对外宣称甚至会组建一个专门的部队 您对两期突击车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AV7的两期突击车它的载量相当大 本日车的重量只有18吨多一点 所以它能在海上漂浮的 能在水上渡海 它的容量有多大 满载以后是23吨 里面可以装25个士兵 25个士兵 加上驾驶员和炮党 一共大概将近28个人 这时候两期战车可以在水上行径 漂浮行径 速度每个小时大概可以达到13公里 一旦上岸以后 它的最大的冲击的速度 可以将近70公里 而且上面有一些武器装备以外 主要是运送武装的士兵 抢汤登陆以后 用比较高的速度登陆以后 能够占领这些岛屿阵地 是这样的 这个车 AAV7 这个车还蛮有名的 现在是美军自己的海军路段队的组装备 这个数量有多少呢 大概有将近复现役的将近1000多辆 这个它的装备海军路段队的银 每个银就编制了187辆 所以这个规模相当大 这个登陆舰呢 因为它的美军是一种主力的一种 两期登陆突击车 战车 因为它现在现役来讲 是一个目前来讲 现役装备的车辆 所以日本人要想买的就想买这个好的 所以它想和美国取得一致 所以它这次进口计划里面 就是在增加预算的时候 要准备进口这样的车辆 总计划是50辆 所以说从这次它有的这种购买需求来看 它的攻击性是越来越强 而且也越来越强化这种登陆的攻击性 那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两期突击车 现在跟日本现有的 我们都知道它有这个气垫的登陆艇 还有这个大鱼机的登陆舰 那会如何来配合进行这个所谓的两期登陆作战呢 这个两期战车怎么样过海呢 因为日本的这个整个的海洋这个面积很大 对付领导的时候怎么办呢 它不可能从本土过来 不可能怎么办 上船 上什么船呢 大鱼机 大鱼机的这个两期登陆舰呢 它的本身的设计的结构啊 就解决了这问题 它的这个最底舱 尾巴的最底舱呢 可以装两艘这个气垫登陆艇 然后呢 后半部呢 是这个登陆艇 前半部的船舱里面呢 可以装15辆 14到15辆坦克 或者是AV7 这种两期登陆车 用这个大鱼机来过海 过海到距离这个海岸 按照过去的这个登陆上的一种模式啊 通常是在离海岸 30到50公里之外停下了 停下来呢 这叫换乘 这术语叫换乘 换乘 从大船换乘小船 这时候打开以后呢 这个坎克 两期的战车就可以下海 下海以后呢 用这个最高的速度 向岸岸接近 那么它的每小时 可以走13公里 那么距离30公里的话 在水上可能要走 两个多小时 这个时候就需要海空的 制空权 制海权的一些 有火力的一些单位 来进行掩护 掩护这个战车呢 接近 真正打头阵的是谁呢 是那个七天登陆艇 那个七天登陆艇呢 它的这个重量很重 是80多人 它可以载人载150个人 或者是24个士兵 一辆组战坦克 它的速度是40级 40级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换乘地点 换乘的时候啊 这个只有30多公里 到50多公里之间嘛 所以这个七天船 用40节的速度冲滩的时候啊 大概20三十分钟就到了 因此呢 它会先于 这个两栖战车到 它先到 一冲滩以后 它带着坦克 带着士兵 来占领探头阵地 占领探头阵地以后呢 然后掩护这个两栖战车 进一步再上来 上来以后的士兵呢 数量就多了 一辆车 这个25个士兵 十辆车就250 而大于呢 它可能装14到15辆 所以这样的话 就形成一个整个的一个 有提示的登陆作战 另据报道 日本防卫省增加的预算中 还有一部分将用于提前部署 美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媒体分析称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拥有长航时全天候侦察的能力 不仅能够为登陆作战 提供全面的战场监控 还能随时为日本提供周边地区的动态 配合日本先进的F15 F35战机的空中优势 日本的陆海空配合夺岛能力 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注意到日本一直也想要增加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 来增加它作为日本的 空中力量的一个补充力量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观察 日本方面对于海上登陆 还有空中这三种力量目前的需求 全球鹰主要解决一个高空侦察的问题 因为全球鹰的飞机的特征 它有三种手段 可以对海面和地面进行侦察 一个是雷达 一个是红腕 一个是光学 三种手段 而且它飞的高度非常高 可以飞在16000 16000是什么概念的 对流程上面了 对流程只有10000到13000米的高度 对流程里面的气候是会有变化 有云层 超过对流程就没有云彩了 它是一个平流程了 所以它可以飞在平流程 所以它是全天候 它不受气候影响 全天候 它都能对地面进行观察 由于它的航程比较远 它可以整个的航程的距离 到1万多公里 它可以在5000多公里的范围内 到一个目的地 在这个目的地还可以继续 不停的飞行24个小时 所以在登陆作战过程中间 它可以起了一个眼睛的作用 能够提前侦察探测监测岛上的情况 海内的情况和对手的情况 来及时的通过这个数据链 通报到几方 来给这个自己的登陆部队 能够提供很重要的情报 所以这个全球营来讲 它认为是非常重要 因为日本的列岛是个非常长的 1000多公里 所以从本土或者冲绳起飞 它需要一种能够长时间在空中停留 能够长时间进行任务的 这么一种飞机怎么办呢 就找到了这个全球营飞机 全球营飞机价格也相当贵 好几千万一架 所以它也豁出去了 要买三架 而且原来是在16年要进的 因为它觉得事态比较 对它也很紧迫 所以提前两年 明年它就想要进了 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刚才您用这个眼睛来形容全球鹰 那么日本方面现在想买全球鹰 想买两栖的突击车 那如果说两栖突击车的进攻性 我们比成拳头的话 那么现在拳头和眼睛都有了 是不是现在对于日本来说 它的海陆空的作战实力就增强了 对 我再补充一下 你刚才说的眼睛 拳头 还有腿 腿就是运输 它靠大雨局 靠旗舰登陆艇 解决这个接近岛屿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才不是眼睛 拳头 腿都有了 登陆作战有登陆作战的一个规律 通常来讲是第一步 是要想找到这个目标以后 它要做一系列的侦查 这就可以用全球无人机 全球鹰的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侦查 地形对方对手的目标 火力的部署 兵力的情况等等 进行侦查 侦查完了以后 第二步要发起攻击的时候 作战计划制定好以后 首先是电子战 电子干扰 让这个岛上的对手 下眼睛 看不见 雷达开不了 所有的电子 一些手段都无法行使 第三步 火力突击 用空中飞机进行突击 这里包括各种概念 主要是对地攻击的一些导弹 用火力突击 用空中飞机来打击 另外就用军舰 开到火力范围内 比方十公里 几十二三十公里范围内 用舰炮 或者是对岸的导弹进行攻击 所以第三步是火力压制 第四步就开始登陆了 登陆里面首先 就像大一级一支的军舰 这个登陆舰 靠到一定三五十公里的距离上 换乘 换乘 这时候的制空圈 制海圈已经在自己手里了 这时候用换乘的办法 就用气垫船换乘 另外还有就后面紧跟着 就是水路两用的战车 气垫船速度快 四十节 四十节什么意思 七八十公里每小时 而这个水路两用战车的 每小时只有十三公里 所以同样的距离 肯定气垫船先冲上去 冲上去以后 他只能在滩头上 把部队坦克卸下 这部分人就抢滩头阵地 巩固滩头阵地 为后续部队来打下基础 然后气垫船就可以撤走 然后运送第二批 或者是各种军火物资 接到后面就是 两极战车起作用了 几十辆战车冲上去以后 就能够进一步巩固 这个滩头阵地以外 向众生发展 不去制高点 输送的兵员 因为他每个车 可以抓二十五个人 将近一个牌 所以这样一上去以后 和第一批登陆的 那个气垫船登陆的人 同时就会向众生发展 来争取 把这个岛整个躲下来 所以最后解决战斗任务 是AAV7所装载的 这个上面的战士 之前跟美国方面 进行过多次的 联合军事演习 似乎也有培训 这个日本自卫队的队员 这样的一种想法在里面 比如说购买了全球鹰 购买了两栖的战车 那么如果说没有人员 去操作它和使用它 这也是白买 也只是造造势而已 但是从日本的 一系列动作来看 它的目的不仅仅是造势 它要真正的形成战斗力 所以说多次的军事演习 是不是也给日本方面 培训它自己的操作人员 做了一定的铺垫 是的 从最近一次 加利福利亚州演习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是一种演训 实际上 区域人相当多 加在一起上千人 上千人 区域军舰战车出动的数量相当多 和美国在共同的 在陆战队的机器进行联训 目的是什么 训练骨干 训练骨干 因为真正按照它的计划 三艘大驭舰 三艘的直升机航母 再加上它现有的一些装备 足足可以装备一个铝 一个陆战铝 所以这一千人去 主要是方方面面的一些人员的 一些骨干进行训练 训练出一些骨干 将来一旦需要的时候 它很容易把它扩变 但武器装备数量 达到一定程度 很快就可以扩变了 因为像三艘大驭舰 每一艘都能带一个银 一个加强银 陆战银 三艘就是三个银 如果把直升机的航母 都算进去 加上鱼音机的运输能力 都算上去 它完全有可能能够满足 一个陆战铝的运输能力 所以日本人可以看出 它的野心不小 它目前来讲只是一个开始 我觉得是个开始 它现在尽可能在利用 允许的条件下 逐渐逐渐地扩大 它的这个力量 日本人为什么向美国人选 因为美国人把它打败了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间 美国人是主导进攻 主导进攻是跳个岛来 挖跳式的 一个岛 跳一个岛这样 所以流氓岛 中秋岛 塞班岛 打了很多登岛战役 美国人也吃了不少苦头 所以美国人又有经验 又有教训 那日本人向谁学 日本人当时是首岛 他没有这个登岛攻击的经验 他没有首岛 那是牺牲也非常大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电影上也都看到过 所以日本人只有首岛和被打败的经验 美国人有攻岛的经验和教训 所以这个老师谁来帮啊 当然是他向美国人学了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里面 所有的国家的军队里面 最富 最有这个攻岛经验和教训的 就是美国 美国最底下的 是这样的 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 向他的同盟者 又是他的这个师父 来进行学习 这很自然的 在学习过程中间 他就能学到 攻岛的整个的过程程序 怎么个攻岛法的模式 在利用这个现代化的这种装备 信息化条件下这种装备 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攻岛的任务 减少伤亡 这个增加估计的效率 这样 比如说一些武器装备的操控 还有如何指挥 利用什么样的天气 什么样的时间 对 怎么来进行配合 是不是这都是日本方面 在跟美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 需要去学习的 是的 特别是现在强调信息化和系统作战的时候 海 空 以及登岛以后的路 这几个方面的力量 通过这个数据链 通过这个网络这个系统 怎么样能够实时的 能够通报战场的情况 让所有的单位 平台 成员都能知道我的地位 我的位置 我的处境 以及对方的情况 所以这一种系统性的作战 必须要一个非常高超的一种指挥技术和控制技术 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关的人士来解析 说日本方面的想法是不止于此的 它是放眼全球战略的 是想真正的形成一个战斗力 可是我们都知道在日本有大量的美军基地 那么日本的一举一动是都受到美国的监视的 所以说无论说它形成多大的战斗力 购买了多么有进攻性的武器 是不是也是在美国的操控之下 是的 这点是美国人很注意的 有很多专家都提到 我们中国的专家们也都提出这个疑问 就是觉得这样子 你怎么老放手 日本进一步扩军 进一步修宪等等这样的话 那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美国一直宣传一种口径 说你们别害怕 日本人不可能恢复军国主义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有办法制约 它的潜在台词就是这个 所以总体看起来的话 美国人要利用它 让它发挥作用 比如必要的时候 甚至于可以像这个 这个中东两一战争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 如果它的宪法机体自规权 如果进行这个修正的话 有新的解释的话 完全可以调动日本的陆战队 到美国所需要的一些地区 来帮助美国来进行一些军事活动 这种可能性都存在的 但是你要搞大了 如果可能是这个引起了周边的影响反响很大 而且可能让美国感到担忧了 那恐怕这个事情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那好了 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在日本 是美国基地的军事力量 军事装备和战斗力比较强大 还是目前日本的 海陆空的自卫力比较强大 应该这样说 这个目前来讲 整个的这个日本的这个自卫队 不能海制陆制航空自卫队 加上现在要搞的时候 登陆作战这种部队 水平在硬件上可以说 在亚洲是一流的 原因就是用美国人的支持 美国人卖好的装备给他 这是一个 第二 日本人他有他的工业基础 科技的基础 由于现在他是已经自行研发的 所以目前的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质量上是上乘的 数量上是不足的 是这么一种状态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质量上 在品种上 种类上更加齐全 满足现在的状态要求 另外在数量上呢 能够创造一种潜在的一种能力 有不干 但是一旦需要的时候 可以动员 可以扩大 所以目前处于这种状态 还是要想当亚洲的老大 那有对比性吗 就是美军基地的这种军事力量 和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力量 有没有对比性 从数量上来看 美军在这个日本方面 冲绳大概只有 全日本境内只有八万多人 数量不够 这个他的几个自卫队 加在一起是25万人 所以从数量上看 日本人多 美国人少 但是你要看这八万人 背后 关岛 珍珠港 美国的大陆 还有全球的基地 那他可没法比了 美国的总兵力达到142万 在142万情况下 他能够进行两场战争 所以从在整个的部队的质量水平上 数量上来讲 他没办法跟美国的相比 非常感谢徐先生对以上话题 给出的介绍和解析 谢谢 好 谢谢李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